冯小刚到底有多会圈钱呢 此前他和华一对赌10亿 最后即使输了还稳赚了8亿 以系列操作简直看得大家眼花缭乱 穿问这个所谓的对赌协议 其实就是冯小刚和华一 联合起来搞的一个大动作 当时冯小刚花1.9万收购了一家 因为东阳美拉的公司 而这家公司到冯小刚手里的时候 其实还只是一个空包公司 然而即使如此 华一还是毫不犹豫的 像其投入了10的资金赞助 唯一的条件就是 要求冯小刚在6年内赚足1.7亿 如果做不到就需要冯小刚给他们补偿 这不明显就是闹着玩嘛 冯小刚已经从华一手里捞了10个亿 就算天天混之等死 最后即使对赌失败 冯小刚给华一付了1.7亿 自己手里也还有8亿多的资产 这样的对赌协议还真的是活久见 所以说很多人便怀疑 这其实是华一和冯小刚联合起来 编造的一场骗局 华一花高额资金投资 冯小刚的空包公司 对赌亏的无异于是华一公司的股东们 先是假装巨资投入 然后再搞一个所谓的对股失败 最后将股民的钱全部捞走 冯小刚和华一都得到了好处 真的是走了一步好奇 不过对此也有部分网友认为 华一之前给东阳美拉的10亿 其实只是流动资金而已 并不是说就全部归于冯小刚所有了 冯小刚可以用这些钱来投资拍戏 但是最后 如果6年内不能帮华一变现1.7亿 那冯小刚不仅要归还华一的10亿投资金 还要另外付给华一1.7亿 关于冯小刚最后赚到了8亿的消息 其实只是外界的穿烟而已 华一的股东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让王中磊 和冯小刚这么当猴子说 然而还是有不少网友觉得 按照冯小刚威力士途的行尸风波 这样的事情他还真的有可能做得出来 当年冯小刚还是一个小人物的时候 却经常会对自己的恩师王朔拍马屁 正是因为如此 冯小刚才有机会从一个美术指导 一跃成为了编剧 从此走上了自己的风光导演路 然而大火之后的冯小刚却和王朔反目成仇 一身叹息事之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可见像冯小刚这样的人 必然眼里是没有人情只有利益的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